黑洞瓜 一个大家敬畏的一个植物 可以秒杀很多僵尸 那我就好奇了 要秒杀植物吗 霸王椒和弹石切巨兽 霸王椒进去了 弹石切巨兽没进去 那可能大体型的生活进不去 居然应该也 黑洞瓜牛逼 前面的很多人都知道 那就说点我测试发现等 首先是除了霸王椒以外的植物 是否会被吸引 看过我以前的视频就知道 其实植物也是有移动速度的 我刮是带到20因素 不能被吸引 接着我把植物们的因素都抢到20 但无疑大家都不能被黑洞瓜吸引 那么植物这边就只有霸王将可以 但是僵尸这边还有个特例 就是霸王僵尸 霸王僵尸也不能被吸引 但是我调了它的移动速度以后 它竟然被吸引了 这又是为什么 为什么它可以 为什么植物不可以 这就很奇怪 因为如果黑洞瓜吸引的因素是移动速度的话 跟我的实验是有冲突的 难道还必须有僵尸的对勾才行吗 大家觉得是什么呢 哦对了 肯定会有人说 那根除者能不能跳移动速度吸进去呢 答案是不行的 因为它本身都有移动速度 所以我觉得黑洞瓜的判定是固定的 然后来说点别的 首先闹鬼幽灵是可以被吸引到 这点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 哦 但是隐身单位不行 前行小鬼童不可以被吸引 二三条牧羊的史莱姆僵尸 也是坚持就没了 可以说真的很强 但是它也有弱点 地下和天上的僵尸它是吸引不到的 最后我们来到后院 黑洞瓜是可以直接放在水上的 我这里也测试了一下 能不能吸引水上的植物 但还是想太多了 确实不能吸引植物 然后水上的僵尸是可以被吸引到 所以我们来到这里 关于黑洞瓜的测试到这里就结束啦 大家还有什么补充或者好玩的现象 可以评论去告诉我哟